然后我就看着我自己的车票 然后写14亿 坐下了14亿 坐了一下之后呢 突然有一站 有一个人拿车票说 那个小姐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位置 我说这也是我的位置 然后我给她看 我坐错车 我要去桃园 直接坐到了台中 第一时间打给男人 他居然还笑我 但我真的笑不出来 网红吉塞尔日前 在IG上传了一支影片 分享他坐高铁坐错车的故事 吉塞尔表示 即使一开始坐错车很崩溃 不过这个意外 也让他遇见了好事 并强调在不好 这两个字里 也都有一个好字 有时候转个念世界 也许看起来就会不一样 我只只好蹲在车厢前 蹲到一半车厢跑来 我想说干嘛我还要补车票 结果他只是告诉我 等等要怎么坐回台北 真的有够好 拿着车厢给我纸条 到台中准备下车 在我等开门的时候 后面的人突然 原来他是帮我 帮我没关的后背包 带着大家对我的好 一下子就开始跑跑跑跑跑 每一步都确认走的路是正确的 意外发现台中高铁站好漂亮 拿着车厢的纸条 就让你继续车 最后 陈刚坐对车到了桃鱼 快乐开心的去 又奔跑到男友的车上 但 东西放在高铁上 开心的车上 就让你继续了 看 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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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上